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的出彩 非常的在他們自己的很多角色 比如現在那個crank 2 叫什麼怒火攻心2 和愛的牧場 Love Ranch 還有我的好多的片子 其實都是不是那個角色 不是寫給華人的 不是寫給亞洲人 就是給任何一個女性 都是給白人女性 那麼最後我的考試 我拿到這些角色 尤其在好萊塢這個stereotype 更嚴重 但是你是怎麼爭到這個角色的 不是爭 你看你說爭吧 就是因為我就跟爭沒關係 我是展示我的美和我的才華 那麼我到那 他們就是這個沒有亞洲人的角色 我那個導演要見 我說好 我說有什麼角色 他說也許你可以演這個 我說那些角色太小了 你根本不需要我 那麼他說有一個女孩子 但是他是給一個20歲的女孩 從白人金髮 從拉斯維加斯來的大胸的 這麼一個女孩的角色 他是那個就是頭等名記 那個故事講的是美國第一家合法機緣 在納瓦塔拉斯維加斯旁邊的 就是我講的那個愛德木場的電影 那個導演 那兩個演員 兩個主演都是得奧斯卡的 Helen Murrow和Joe Patchy 那個導演也是得奧斯卡 就是最棒的班子 我就說我要演那個角色 那個他的名字叫Samantha Smok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sia 就是不是給亞洲人家 我說他說那你要不要想一想 你讀讀劇本再來 我說不我就現在可以 你需要做什麼 他我們來做一個improvisation 就是試鏡的考試 我說好啊 他說你要不要想想 我說不要 我就馬上跟他做 他說 Marie我從來沒這樣過 我跟你一塊考試 我來跟你audition 我和那個導演一塊演 最後還沒有演完 他說you got me 就是我把他就是征服了 征服了 對 所以就是 所以你看這角色根本跟我沒有關係的 就是我拿到了 因為其實很多的很好的藝術家 他的腦子 他是如果真的是好藝術家 他會打開的 就是把他的門和窗戶打開 他要的是這種才華 這種藝術的這種角色 合適的這種氣息和他的實力 來表演這個角色 那比如說如果說我想爭 我在談到很多的可能大家在華裔的演員 或者是從中國大陸 或者是在世界各地的 不是白人的演員 想到好萊塢來當演員 可能都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如果說你想爭的話 你想要拿到一些角色 你想改變的話 你已經帶到 帶進這個屋裡的是一個負面的一個氣息 因為你想改變 你是不服氣 你想要怎麼 別人能感覺到你的這種 這種感覺 Energy 對Energy 你的Vibe 你的Vibe 中文怎麼講Energy 是靈氣 周圍的那種 周圍的那種氛圍的那種靈性 所以別人都會感覺到你的感覺 然後你要是拒絕它 它也會拒絕你 就是這種Energy 像我進去就全是Open的 我全心是打開的 我是抱的一個就是 我來給你 我很刺激 我很興奮的想要告訴你 我能夠幫助你的來把這個角色演得多麼的出彩 你都會想不到 這是我的願望 我根本沒有想要要怎麼樣 這就是我唯一的 我說我能感覺到他的氣息 這個人物 我想這樣演 就是我是來幫你 你需要我 因為你需要演員 所以就是我帶進去的是一種正面的一種Energy 就是I'm here to offer help I'm the only one special one You have to choose me So that's not even I have to ask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根本不用問你 就是我把展現 我最 我說如果你在這裡不是選很多女孩嗎 幾百個女孩站在這裡 我說我什麼都不用做 你一定會看到我 他說我會的 他說你怎麼勾引男人 我說不勾引他們 這就是我的方式 我說當你有目的地想做一個事情的話 往往你都不會成功 所以我說很多可能你也會想問到 就是那些想到好萊塢來 年輕的那些小孩子 想到好萊塢來當明星的話 他怎麼來做 我覺得首先你要想當明星的話 可能你要想一想你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他的才華 我們大家都是明星 在自己不同的行業 比如說你做你的 你根本你的家裡都不支持你 也沒有這樣 你就自己做 就是找到自己最舒服的 最有才華和最有熱情的 最有愛心的 就是你什麼都不顧 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麼你就找到了你的才華 和你的位置 和你真正的能夠有這個能力 給予你百分之百的這種 魔力的一個地方 那麼這樣你才會能找到 你的好萊塢的明星路 如果你是為了出名 為了金錢的話 你一定會失望 你一定會找不到你的夢 因為金錢和名義 包括我跟你的採訪 都是我的工作帶來的 如果我不是演員 你不會找到我 是我的工作 而不是我想要去有多少錢 或者多出名 這些明星 是別人給你給我的 今天有給我的 明天可以不給我 所以如果說 如果我要靠這個的話 我會不愉快的 那麼像我有採訪 沒有採訪 有紅地毯 沒有紅地毯 我都一心一意的愛我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你才能夠出彩 而且你每次為紅地毯 都設計不同的衣服 都是你自己去設計 你沒有說特意去穿 那個名設計師給你設計的衣服 你都是自己非常花心思在上面弄的 沒有沒有 一點都沒有 你可能不了解我 大家也不了解 我穿衣服決定在兩分鐘以內 我就決定 真的 不花任何時間 你比如說我在金馬獎的時候 在香港什麼的 大家好多明星都跑意大利買啊什麼的 我那個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德國設計家的一個衣服 但是我就是一眼就看上了 花了兩分鐘 這就是我要穿的 我根本不猶豫 然後就是決定了 所以對我來說 我不喜歡消費 不喜歡去逛電 我喜歡穿衣服 但是我站在店外面一看 我說那個是我要 這個我要 如果不喜歡我馬上走掉 我不會花很多的時間 而且像我 我覺得這個在時尚上面來講 我覺得現在大家太那個 slave to the label to the names 就是 哦 道具卡巴娜 阿瑪尼 all of this 你看在紅地毯 大家走出來 你都看到 道具卡巴娜 阿瑪尼 Gucci 就是這些名牌 你在哪裡 請問 你完全消失了 你在當他的奴隸 去幫他宣傳 宣傳 當然可以 但是你在哪裡 現在是2009年了 統治 就是你的光彩和你的性感 和你的自信和你的時尚在哪裡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我的特別自由的 我從來不受這些約束 我可以穿任何大名牌的衣服 他們都給我很多 但是有時候就有名意思 但我成了他的奴隸 我原來那個stylist 就幫我設計衣服 他總是 後來我把它辞掉了 他總是跟我說 這是什麼牌 這是多少錢 老跟我說的 我說你不要 我不要聽這些 因為天天我就在這些奴隸 我說真的 然後最後我就成了一個跟著他 就是我要穿這個 我要穿多少錢 我就覺得毫無意義 這些衣服和精神是沒有生命的 生命在哪裡 是我自己白領穿 比如說我就想管他誰做的 那麼我覺得我合適了 我就把它弄在一起穿 就是我 就是我用的一些設計家 是當我的工具 我用他們來為我服務 而我不是他們的奴隸 我覺得這是一種新潮的觀念 大家一定要去打破那種時尚 就是我一定要拿這個 一定要拿那個 大家都可以有那個 沒有什麼特別 你在哪裡 我覺得如果說你受了他的時尚 這些影響和限制 老跟著他們走 在你另外方面的生活 你也會一樣的跟著別人走